今年年初舒畅爆料 直接了当 豪伟有三个方面做的不地道 第一是有钱就要捞 球队的各种奖金补贴 豪伟总是抢先切下一大块蛋糕 球队队员和那些领队助教 只能是清汤寡水拿得极少 第二是任人为亲 亲生儿子小好 早早的在一线球队里面做好 可是正式比赛却又总是看不到 球技不行 上场就会让人发笑 大家都知道 进入一线球队的名单有多么重要 高额的工资奖金一分不少 还可以直接推荐 深入体育系统的高校 某个名牌大学简单的不得了 你可以笑它文化不高 但是要论学历 人家随手搞个本科硕士 他怕博士毕业证书也很容易搞到 第三个最为搞笑 训练比赛 长期需要各处跑跑 路的是宾馆 心急还非常高 晚上一到啊 好之道就会招来不同水平的专业女同胞 深入探讨 怎么把那两个定位球处理好 至于射门更是快乐足球的关键之道 当然需要反复演练 重点研讨 研讨来研讨去 不知不觉东方欲小 所以啊 主教练睡眠不好 连带山东泰山 尽管是兵多将广 攻势却不能如潮 颇有一点举而不间的阵兆 周畅这么爆料 好指导气得发跳 你等着 我要开会商讨商讨 懂个出牢 看来打个官司是很有必要 那么后来呢 后来啊 所谓的官司也就没有下文了 这个事情的过程就是如此的清楚明了 好鸟坏鸟 球迷心中早就有了风晓 如今啊 离铁事件持续发酵 前体坛周报 阮雄飞报道 借了宝 把一串足球圈的大佬 紧紧的捆在一道 就像一根绳子上的麻眨 怎么崩 也是崩不掉啊 这其中又有这个好指导 继心的球迷注意到 离铁带走以后 好知道再也打不好中超 最近的三场比赛 两场输掉 应该赢反而输 输得非常蹊跷 那么常言到 四处反仓必有妖 到底有没有妖 相信这个真相 很快就会揭晓 而山东泰山 近期的战绩确实不好 主教练精神萎靡不振 状态不好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有这四个字 正恩难道 好